当晚踹踏 怎么还躺上了 所以你们是真不相信我吗 你觉得呢 你躺得这么舒服 谁相信你 你都这样的 谁相信啊 就是 就是他按的 你的准确率好高啊 追他 暴力拆卸吗 看看多好玩这个 确实 追好玩密室 来 走 晚上完你又把别人门给踹了 为什么老踹门 对啊 太暴力了 在十一号公寓也踹 在密室也踹 刚才是我弟不是我 怪不得仇吻那么拧走的 追好玩下次再来玩啊 走吧 回去吧 肚子难受 等我一下 你这个戏是OK的吗 你确定吗 不要再点他 你怎么了 你怎么了 不是 我很闷的 我现在喘不过气 还笑着说 不是 我现在很闷的 喘不上去 他头 他头很晕 那怎么办呢 所以你们要给我一点空间 哥哥又开始要逮他了 你看 哥哥底门 又要开始逮他 当晚踹他 怎么还躺下了 所以你们是真不相信我吗 你觉得 你躺得这么舒服 谁相信你 你都这样了 谁相信啊 我刚才在休息 那怎么办 我们需不需要给你拿药什么的 没有 让我休息再缓一下就好 什么意思 看着点 看着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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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 我 你有问题 跟我有什么关系 这个事情 你好像在拖延时间 咋了 这闪红灯是啥意思 电梯坏了吗 电梯咋了 如果遇电梯故障请联系一楼物业办公室 走到物业办公室 办公室在那边 好像 办公室的 是这个办公 对 这 你好 踹门 踹 别 乌业的 乌业的 来 来 淘宝洁 淘宝洁 老弟 老弟 哥哥 哥哥哥哥哥 又长高了老弟 是是是 怎么样 怎么样 你们怎么在这儿 电梯坏了 电梯坏了 我们要上楼 电梯坏了 我们来找一个办公室 对 电梯坏了 这我可处理不了 我先把办公室门打开 你们在办公室 先坐一会儿 然后我去找个人看看 这么随意吗 哥哥 哥我们可不确定 我们是什么好人 哥你这里边太脏了吧 哥 为什么这么脏啊 这是谁啊 哥你们这是谁的 副副经理 谁有消息 今天是我生日 请大家外面吃饭吧 今天这个生日 明天那个请客 吃吃吃就吃吃 就给你们两个小时 吃完赶紧回来 我就不去了 有住户反应 咱们楼里电梯案件坏 我检查一下 然后十二年半 电梯出库 然后卡在里面 没信号有人办公室就 哦 他被关在里头了 谁在里面 夫妇经理 啊 有人在办公室吗 我们都在外面不在啊 舅舅我 电梯往下掉了一点 你们谁在办公室 赶紧按操纵台上 绿色按钮紧急制动 操纵台 绿色按钮紧急制动 操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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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这儿 简介织是制动 紧急制动 电梯掉下来了 是不是那个电梯下来了 去看一眼 应该是掉下来了我觉得 哎 开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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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再扒开 哇 妈呀 夫妇经理死了 看看你干的什么事 你咋的嘛 你为什么要这样扮人家 不会吧 不会吧 夫妇经理没了就 哎 那边开了 怎么了 怎么了 这是谁啊 夫妇经理 夫妇来 夫妇经理 夫妇来 先把夫妇经理搬出来吧 要不 这电梯比较危险 手机 手机 来来来 小心 整个电梯都在冒烟 还有那个盒子 哇 好呛啊 老夫妇这怎么说倒就倒的 天哪 夫妇经理你怎么倒了呢 没气了 夫妇经理真的死了 来 老弟过来啊 怎么着 哥 我告诉你啊 别在这儿辣帮野派 你们五个 一定在帮过室乱什么东西 进行驱动 就是 就是他按的 你的准确率好高啊 我知道了 你们看 这边有一个 有血迹 是不是因为 我知道 夫妇经理应该是 他在检查电梯的时候 电梯突然失控了 跟他脑袋砸到了这个 他磕坏了 先别动 保护现场 保护现场 你都给他从里头大出来了 还保护现场呢 那是现场 要么这样 就是宝洁你先去工作 好吧 我现在先去通知一下其他的住户 因为二号电梯现在有点问题 快去 然后你们帮我看一看这个现场有啥 好吧 刚才 刚才他那手机藏在那了 刚手机 手机 你看一看 看一看 打开看一看 老师姐姐 打了十分钟 6月24号 今天 今天就是今天 我们看看尸体 对不起 我们要脱你衣服了 对不起了 裤兜 你有啥 不是他这里没东西 这有 这有血 看不到 这是血吗 哦 胸口 胸口 在这儿啊 你看没有 就胸口里边 口袋里边有 为什么兜里头有 对 然后兜外边也没破 也没留 什么意思 那有没有可能这件衣服 是后来换上去的 那个脚 我觉得那个脚 未必是他的致命伤 就是伪造成 就是他是磕在那上面死亡的 有可能 所以他是想赖我身上 我摁了那个 过脏 我刚打完电话 你们怎么样 我们发现他那胸口有个血迹 所以不是意外吗 感觉像是他啥 那正好 我把这个真果力推理包给大家带来了 谢谢 大家现在先拿着这个 真果力推理包开始推理吧 我建议大家先去那个物业办公室 因为物业办公室的话 副副经理的工位就在那儿 谢谢 我们去物业办公室看看吧 嗯 你记得了 你记得了 再干 首领 豪宝杰在这里边 你们有完没完呢 怎么追这咧 主见 等一下哥问一下 为什么这里这么乱啊 这不刚刚要打扫你们就来了吗 干嘛呢 这么多活你们翻来翻去 我得干到什么时候 我得干到后半夜 你甭管了 我们帮你干了 这你说的 是这意思吗 你们会干吗 我们家祖传干保洁的 我跟我哥都是保洁这块就是可以的 这样我相信我老弟 放心吧 给你们发个工具 好嘞 这样 干活呢 你怎么造育症还没好 都跟你说别老发脾气 上回你就凶我 交给你们了 好嘞 哥 放心吧 我一会儿回来检查 好好好 好